为了要替共餐活动再加值 今天金山区公所邀集区内七个机关团体 在共餐之前一并在据点发起了行动服务站的活动 让外出共餐的长辈只要走入到共餐据点 就可以两侧血压心电图 或是咨询各相关单位的资讯 区长也期许集合各机关团体的力量 让民众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也让公家机关以及公务人员跟亲民也贴近民意 新美市营法共餐活动行之有年成效相当好 为了要替共餐活动再加值 今天金山区公所邀集区内七个机关团体 在共餐前一并在据点发起行动服务站的活动 让外出共餐的长辈只要走动到共餐据点 就可以两侧血压心电图 或是咨询各相关单位的相关资讯 还有机关团体也可以趁着贴近长辈的服务站 来进行政策的说明以及活动宣导 真的非常高兴我们这个行动服务站 行动列车第一站来到我们万寿里 就是主要是能够落实我们市长这种的行动治理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这次结合我们的金山的各机关 有护震书所 卫生所 地震书所 还有我们清洁队 然后还有我们的消防分队 分局还有最难可贵是我们金山分院 一共有七个机关 以及我们公所各个市各个部门 能够深入基层 走入村里 直接面对民众来帮他们来做服务 今天公所我们陈区长 特别为我们找七个单位来帮我们的里民服务 我们很谢谢区长的用心 也谢谢大家来这边共同参与老人共餐 包含金山区公所 地震及护震事务所 警察局 消防局 卫生所 清洁队 还有金山医院等八个机关一次集合 响应侯市长上任所推动的行动治理服务 要主动出击让民众感受到最贴心 与便捷无碍的服务 只是外出共餐就可以有八项以上的加值服务 长辈也直说真的是好方便 在检查身体啊 没有啦 这么多单位来这边帮我们服务 就很感谢 今天做了什么 今天都有做问卷 还有讯电器 还有凉血压 还有消防 金山区公所邀及其他机关筹备行动服务列车 今天万寿理共餐宣告首站起航 未来也将会一个月一次与各理共餐巡回 区长也期许透过集合各机关团体的力量 让民众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另外服务也要持续不断的创新 让公家机关与公务人员更亲民 也更贴近民意 谢谢老平函 金山采访报导